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指揣烏克兰炮击被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化电厂 烏克兰否认有关指控 来合国警告在该工厂的最后一步冲突可能导致核灾案 中国军队仍然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 中国外长王毅说演习符合国制法只是为警告分裂国家 以色列在周末下令进行多次导弹集击后 乌尔军和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宣布休战 双方感谢埃及滑船停火 以拉赫国会内的示威者进行阿舒拉仪式 这些仪式通常在清真寺举行 以纪念十月派历法当中最神圣的一天 肯尼亚在8月9日选举之前 埃尔多雷特镇希望避免选举后暴力事件 有居民认为真相的人可以维持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社員因素